您好 请问黄凯迪是住在这儿吗 您是 我是她小姨 那 文小姐 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话问的 这是我们家 我当然在这儿了 你们家 算吗 这不是你们家吗 怎么变她家了 对 那个 文小姐 等我 你什么时候成SAM了 苏她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 妈呀 那个姐 这事是这样的 SAM这个名字 是凯迪哥给我起的 她让我用这个名字 在文小姐身边做助理 好阶级拉近关系 促成跟我姐的事 她和你姐 对不起啊 文小姐 其实我叫苏大 苏姐是我姐姐 这 这个黄凯迪 居然穿透你们一家人来骗我 我还是她小姨呢 我 苏姐 这是你的主意吧 你是不是拽上你弟弟一起来坑我们家凯迪的 你可真是会算计啊 文小姐 你说的这件事情在苏大说之前我根本就不知情 对 对什么对 你跟黄凯迪又合伙干了些什么呀 我 就就就这一件事啊 凯迪呢 把黄凯迪叫出来 凯迪 黄凯迪 黄凯迪 黄凯迪给我出来 文小姐 黄凯迪不在这儿 你找错地方了 不在这儿 怎么可能 她亲口告诉我她就是住在这儿的 苏姐 你别以为你霸着我们家凯迪就可以分到黄家的财产 我告诉你 你打错算盘了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啊 你们黄家的财产就算白给我 我也不要 好 那你就离凯迪远点 你现在把她交出来 我马上带她走 黄 黄凯迪她小姨 你好歹也是上过电视的人呢 最后你拍这么多年你也没混个脸熟吧 你也算是公众人物呢 你多多稍微得注意点形象吧 怎么着说你不服啊 你瞧你这样大喊大叫好看吗 要不然我把媒体叫来搬这儿得性拍出来 给你放到电视上去 我保证你 比你拍十年戏还活得快 你 你什么呀 你们家黄凯迪昨天就让我给请走了 但是她走之前 我没差过她一顿饭 这个人现在不在我这儿了 跟我没有关系了 你要找她的话 你就你就上公园 马路上 桥栋的下边 你能找着她算你运气 找不着她 你别在我这儿捣乱 走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 比如说 M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